众人看到,诸天万界,人人闻风丧胆的独介之主,就这样,不出几个呼吸时间,就被方寒直接杀死,炼化进入身体,补充修为。 所有的天军都觉得手脚冰凉,甚至连伙计之主都觉得身躯中出冷汗。 怎么? 你们还想上来围攻我? 抢脱仲裁之主的转世。 防寒目光一扫,跟着我,独介随便你们瓜分,我把一个世界赐给你们,不跟着我,下场和独介之主一样。 火界之主已经跟随我了,我把独介的一半都赏赐给他。 你们怎么看? 为什么? 独介的一半都给我? 火界之主心中大喜。 他知道了,独介之主经历三个纪元,不知道积攒了多少神物。 事到如今,是人在屋檐下,不得不低头啊。 这纪元天军手段很大,法力高强。 我看,我看,起码有四个纪元以上的秀为,把诸天神物的威力发挥得是淋漓尽致,我们万万不是对手啊。 居然一个回合,就杀了独介之主,直接炼化进入身体,修炼他的质保。 每吞噬一名高手,他的法力就会再度增强,而且不受丝毫的影响。 此人,此人机缘之道,果然是博望近来第一起功,也不知道是怎么创造出来的。 现在怎么办? 整个熔岩未面都被他封锁,跑也跑不了。 火界之主和我们已经不是一条心了,我们联合起来,恐怕都不是此人对手啊。 另外三大天军彼此间交流,脸色难堪。 还不快,百戒盟主! 火界之主回过神来,盟主已经说了,独介之主的所有财富赏赏我一半,剩余的,只要你们加入联盟,也是你们的。 他现在是彻底知道了,跟着方寒,好处非常之多,如果反抗,和独介之主一样的下场。 嗯,百戒盟主,从此之后,我汤戒和纪园门同气连织,共同称霸诸天。 汤戒之主首先低下了高位的头颅。 你们呢? 防寒目光一扫镇戒之主,警戒之主,隐隐露出凶光,嘴里却道。 我把独介之主的卫面赏赐给你们,其中蕴含的财富不说。 就算那卫面之力,被你们掠夺融合,也可以获得不少的好处。 兼顾你们自己创造的卫面,增强修为。 独介之主,经营了一个纪元的卫面,想想有多少精华,储存在其中。 拜见盟主,从此之后,我们为盟主马首是瞻。 剩下的镇戒之主,请戒之主,终于臣服了,对着防寒行礼。 防寒大笑起来,一弹纸,顿时,这些纪元之主的身上,就出现了两个纪元,乃是纪元门的标志。 这是我们纪元门成立的联盟独有标记,你们都是第一纪元老,将来把我纪元门发扬光大,你们的权力将会进一步扩大。 还有,这次带领你们寻到缘故盛长之后,你们回去,就把镇戒、景戒、汤戒、火戒,全部挪移到我创造的元界附近。 我会亲自动手,为你们缔造最为稳固的世界。 走吧。 防寒站立起身来。 众人心中惊讶,火戒之主看着自己衣服上出现的纪元两字,稍微运功,想把这两个字练化。 但是,无论火焰怎么生疼,这两个字都永恒不朽,根本无法磨灭。 甚至,他感觉到了振振威胁。 这是一个标记,随时监察到身躯中的一举一动。 一又对付防寒的行为,就要遭遇到防寒,雷霆一击。 其余的天君,也同样磨灭不了。 他们知道,防寒是想凭借这些印记,控制他们。 怎么? 你们想磨灭这些印记? 防寒目光一扫射,发出意味深长的笑容。 说实在的,我虽然逼迫你们成立的联盟,依我为盟主,不过我也知道。 这联盟也就是一个名头,比纸糊的更不可靠。 随时一有机会,你们肯定会反水,动手击杀我这个盟主,瓜分财富。 对这一点,我清楚得不能再清楚了。 所以,我不会给你们任何机会。 盟主说哪里的话,我伙计之主并不是背信弃义之人。 伙计之主连忙笑道。 不用说了,大家都心知肚明。 防寒挥挥手,我在你们身上种下了纪元神福。 只要你们对我一起杀心,我就会立刻知道,并以雷霆万军之势出动,把你们任何一个人击杀。 伯爷老师告诉你们,这次取得远古圣堂,要遇到原始魔宗的人,需要你们从中抵抗一些天军。 然后,我施展无常妙法,收取圣堂。 而且在将来,我还要利用你们,和启元王朝、天秦,真理圣地周全抗衡。 你们跟着我,固然危险重重。 不过,一旦大获成功,我也绝对不会吝啬分享战利品。 呃,这个自然,富贵险中求。 伙计之主连忙道。 我们,自然要辅助盟主,完成千秋大业。 其余几位天军听见防寒这样吃落地说,都打了一个冷战。 防寒的每一句话,绝对不拖泥带水,直接说到心灵最深处,使众人的心思没有一点的隐藏。 走吧,防寒挥挥手,阻止了这些口是心非的天军。 这容颜未免在他强横的法律之下,化为了一个法宝式的球体,在无敌深渊中,猛地跳跃,向翠身处进发。 防寒神念瞬息之间,传递入了火界、镇界、警界、汤界四大天军的脑海中。 这容颜未免,已经被我用无上法力凝联,脆火到达极致,可以抵挡无敌深渊之力的侵蚀。 不过,你们也不要闲着,端坐其中,我传授给你们一套寄元神阵的妙用,催动加固容颜未免。 一道复杂而神秘的阵法,让四大天军知道了,四大天军心中一喜,端坐在这容颜未免中,各自喷射出来了天军本源,按照方寒传说的神阵,缓缓运转的整个未免。 这容颜未免,是一个特殊的未免,被火界之主凝联了很久,威力巨大。 现在,方寒重新缔造,让四大天军加固四方,把整个未免炼制成了一尊横渡虚空的法宝,抵挡深渊之力的侵蚀,最好不过。 四大天军也非常乐意,他们单独凭借一个人的力量,无法进入深渊深处,时间一久被深渊之力侵蚀,有可能损伤本源,呈现出衰败的姿势,甚至有可能陨落于其中。 自古以来,在无地深渊中陨落的天军不在少数,而现在,诸人联手在方寒带领下,利用熔岩未免的保护,产生跳跃,就安全了许多。 四大天军也早就想进入深渊深处,寻找一些陨落在其中的诸天神物,方寒利用他们,他们也存了利用方寒的心思。 羽黄师兄,你速速运转信仰神经,我辅助你修炼,这四大天军凝固未免,催动阵法的同时,你可以凭我的力量,无声无息,揭取他们的本源。 方寒的一股意念,传递进入了羽黄的脑海之中。 羽黄连忙全身一阵,开始按照方寒传说的方法修炼。 果然,一丝丝的天军本源,还有独特的大道意念,渗透进入他的身躯。 他现在,以一种特殊的方式修炼,等于间接让火界之主、汤界之主、镇界之主、警界之主,直接灌输法力,洗离身躯。 羽黄再次沉浸入修炼中,他知道,方寒是想他在见到远古圣堂之前,到达最佳状态,到时候更好接受仲裁之主的肉身,掌握圣堂神物。 容颜未免在跳跃着,越到深处,那无地深渊的力量就越强横,一股股腐蚀力量,除非是永生之门中流传出来的猪天神物,谁都无法抵挡。 还好,方寒分出了一丝丝天葬之官的力量,释放在容颜未免中,近乎于不朽,就这样继续深入着。 深渊之力,十分适合淬炼法宝,难怪五大天君,要在最深处,淬炼三十三天至宝。 方寒推算着外面的深渊之力,是一股股黑色的气流,十分纯正,还有一股高贵的气息。 这已经不算是邪魔了,而是一种永生之门喷射出来的黑。 与此同时,就在方寒催动容颜未免控制四大天君在深渊中行驶的时候,在无地深渊的一个神秘未免中,一座巨大的魔鬼船也在行驶着。 这魔鬼船,比彼岸之洲还要巨大,四面都是骷髅头。 这些骷髅头挂满了巨大的船身两侧,使得大船在虚空行驶的时候,仿佛原始古魔从虚空中行走出来。 在魔鬼船上站立着一些人影,一个个人影,有的身穿战甲,有的穿着宽大黑袍,还有身穿白衣,血衣的修饰,个个都无边强横,更有无上天君在其中。 深渊之力无比澎湃,一波一波的心事,但是,靠近这艘无敌巨剑魔鬼船的时候,都被船身上挂满了咕噜头吸了进去。 如果防寒在这里,就知道,这艘巨剑是一尊诸天神物,叫做罪恶之剑,原始魔主用来对抗诸天诸佛诸神的存在。 这艘巨剑已经经历过很多纪元,意志不朽。 这是凝聚了世间一切种种罪恶,凝聚而成的魔鬼巨剑,横行深渊,如鱼得水。 颖先天,你现在知道了你的身份了,你是圣唐之主转世,远古时候,圣唐堡落进入了无底深渊中,你的园灵转世投胎,进入了世俗之中。 后来就入了魔门,飞升之后,进入了苍盛的麾巷,被我们原始魔宗看重,一致培养。 现在,就是你最终出力的时候,借助你的力量,取得远古圣唐,同时在圣唐中,你的前世身躯也在其中。 身穿白衣的先天大地,站立在船舱中,聆听一尊魔道无上天君说话。 却和天君,我已经知道自己的身世,也知道自己就是圣唐之主的一缕元灵转世。 这次,一定会夺取到远古圣唐,为我魔门,增添无上荣光。 同时,我也会修炼到达无上天君的境界,为我原始魔宗一门,屹立在诸天之中,下一个纪元,开创出魔道的纪元。 应先天,面对那尊魔道无上天君,神色严谨,语言干净利落,胸有成竹。 他对面的那尊天君,一身血色长袍,似乎是一尊不出世的人物。 这尊天君,就是原始魔宗中古老的魔尊,血和之主,又叫做血和天君。 传闻中,这血和之主,乃是许多纪元前的一条血和所画,参悟天机,修成造化,化为天君。 被原始魔主招揽到手下,建立魔道之文明。 一个纪元一个纪元中,征战天地,讨伐诸天,企图使得魔道之文明,真正统治天地。 而现在,他正在栽培应先天。 血和之主说话的语气十分温和,显然,应先天是他得意的门徒,必须要极力地培养。 嘿嘿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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嘿,一顿自然的声音,从这罪恶之间的另外一个空间中传递了出来,一团黑气,流转而出,化为一尊身穿黑色大斗篷的无上人物。 这次啊,你挥下的这个弟子应先天,获得圣堂之主的尸体,那我挥下的苏秀一,就要获得仲裁之主的尸体,也要晋升到无上天君的境界,知道吗? 远古圣堂中的诸所宝藏,我们都要分一杯羹。 明古之主,你挥下的弟子苏秀一,可不是仲裁之主转世。 他是我们原始魔宗挥下的阿裕魔宗魔祖转世,和远古圣堂,没有一点缘分。 还好意思要仲裁之主的尸体吗? 万一仲裁之主的转世之身回来,那怎么办? 血河之主看着前来的黑色大肘碰无上天君,认出来了,这是和自己原始魔宗同出一门的明古之主。 应先天,我们又见面了。 明古之主的身后,一个年轻人走了出来,这个年轻人一身邪气,似乎是诸邪其余一身,正是黄泉魔宗的宗主苏秀一。 曾经在世俗中被认为是习神转世。 苏秀一对着应先天脸上显现出了完卫的神色来。 不错,我们又见面了。 世俗中的玄黄大师姐,你我都是巨头,以防霸主,现在不过只是一位弟子罢了。 应先天淡本的道。 我们是弟子吗? 我们现在的修为也都是巨头,无上天主之境界。 不日,就要晋升为无上天君,何必这样自暴自弃? 大约你也得到了消息,从玄黄大师姐中一起飞升到了天际的人方寒,早就修成了纪元天君。 前些时候,居然直接进入启元王朝,斩烧天君,叛当取物一般,修为远远超越了我们。 而且,你的死对头风白雨,你已经彻底苏醒了世家天君的园灵,修成天君。 你若是再不成就天君,恐怕要被那风白雨赶上了。 这些话,似乎对应先天起了作用,他的双眼一下子灵力起来。 我很快就可以晋升天君,靠破天地束缚,擒沙风白雨,他永远无法踩踏在我的头上。 在世俗之中,风白雨和应先天都有深刻的仇恨。 哈哈哈哈,应先天,你修不修成天君,我不知道,但是我听说,你的儿子应天晴,也飞升到了天君的境界,被一只脑骨董看上,俗为了弟子。 传闻中,他也是一个大人物的元凌转世,只怕会比你先一步修成无上天君的境界。 苏秀仪再次笑道,你也别笑,世俗中你几次追杀方寒,差点取得他的境,现在到了天界,他成为无上天君,肯定会第一个来杀你。 要知道,你可是带走了黄泉宝库,略夺了原本属于他的黄泉大帝道统。 甚至,黄泉大帝遗留下来的诸天神物,黄泉之珠,都被你修成了第二元神。 应先天,言语反击。 哼,方寒,我迟早会斩了他,把他踩他在我的脚下,让他永世,不得翻身。 苏秀仪杀鸡森森,似乎有无穷的怨念。 鸣鼓之主,你培养的这个弟子,很不简单啊,居然要杀了纪元天君方寒,常闻此人的修为,只怕已经不在你我之下了。 血河之主淡淡地道。 那也没有什么,就算那纪元天君方寒再厉害,也不过是这一个纪元诞生的天君而已,没有经历过天地大破灭的沉殿,永远也不可能到达巅峰,舍他又怎么样? 就在这时,罪恶之剑上,一尊身穿铠甲的天君出现了,逆魔之主,这也是一尊魔门的无敌天君,以战斗主称。 在他的身边站立着一个年轻人,手持杀戮之剑,闭目养神,看到了应先天苏秀仪之后,突然睁开了眼睛。 杀戮之子孟少白,应先天苏秀仪同时震撼,又是世俗中的一个熟人。 原本在世俗中,孟少白是个小人物,精英弟子,很难和应先天苏秀仪这种巨魔相比,但是在天际中,三大人物已经平起平坐。 这杀戮之子,为什么会在你的身边,血河之主祈祷? 见过血河之主,鸣鼓之主,请书晚辈详细到来,孟少白道。 礼魔之主前辈,只受我师父所托,前来和原始魔宗结门,共同取得远古圣堂中的宝藏。 远古圣堂中有一件神物,可以帮助我,也晋升到无上天君的境界,所以,我必须来取。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。